短短时间我们上丈母娘家 连暴鸡母都给她炖了吃了 今天我买两只大红公鸡给她送上去 平时老丈人煮火炉也辛苦 给她们自己吃 最主要是爸爸上次吃鸡吃的太香了 不够吃哈 是给爸爸买的手足困的 这个还是炖的 叫我买的 用点给她炖上去 一会儿上去我看到你老爸 那角色都起了冰坑的 冬天都没到嘛 在屋头煮火炉比较辛苦 而且她那个手太粗糙了 在外面上班等不起的 你又在这等我们了吗 是喽 等起喽 快下车呀 你丈母娘等起喽 在哪里都没来迎接管 妈快点过来喽 来 没说话呀 你看 两个不是一个 看来喽 你还一个喽 你们这都一座走 把钱花大 想上来不准给我们撒饱鸡不了 真的等了几个小时 我们咬着咬不动 有个饱鸡不吃就不错了 还想起 我拿出的炕上走哪去的 我给大家摘菜 这两个花的不得了 你们来好久了 来一会儿摘完的没吗 摘完的 我们上来专门帮你摘完的 这会儿你可以见个懒了 有头懒了是不是 嗯 省了 来 我们做饭了 哎呀 做饭了 没啥脚中午 我们不得吃 你想吃 你都在看我这房子抓得啥 啊 今天可以啊 那边也比较来脏 你们今年的房子装下 都该要搬房子酒 看情况吧 看 有允许的体会还没吃饭 听到没有 今天爸爸妈妈要搬房子酒 你懂得吃了 这句话应该对你说 你懂得吃才是真的 到时候要看个好日子 再也找个来看 爸爸 你还找着看 我帮你看 你啥都不懂 你也帮我看 也太想起我了吧 我身体上有个老师挺厉害的 我们就找他看着走 有机上的东西也看过吗 可以 我们邻居家的女儿 这次结婚就在上面看的 就报了生日 老师就说了他的性格 让他们已经谈了两年都知道 你妈 那我们找了个老师呢 爸爸你来看嘛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高人人生 婚姻事业都可以看 而且大人跑来跑去多麻烦嘛 给我也想这个 那我姐姐也看看 要得 我爸爸高兴的 房子修好了 开心的 你这都不晓得 他们老百人都是吃个苦的 一开始啥子都不得 你看到现在 乘的房子买了 老家房子也休息了 是不是 子女长大了 也乘家的业了 你说他能不高兴吗 你刚刚上来就是个土匪啊 一会儿的功夫就下了这么多食物 我去看看妈妈饭煮好了没有 你上来没得啥子菜 给你们吃了好都可以吃 随便吃了自己的屋里 你又在干嘛 偷别人的洋芋 有 说些话 这叫自家屋头 叫老 这咋子要滚 再腌一点就可以了 再倒点 再整个面了再整 不要用面 不要用面 饭吃了我们就准备回家了 不要忘了把这个给爸爸 他来屋里都是葱子 多谢你把货路给人家吃了 是啊 你可以看你泼泼了手 他要说话 你 你看 看 水擦了就还行 那对双手 爸爸你这双手就看起来做多少货路 这一天没得困了的 你看你爸爸拿双手 扑出了好多奸行 你看这是苦没的哈 嗯